好,各位同学好,有听到我声音的同学,看到我抛货的同学,今天也在聊天群打一号 好的,好,谢谢各位同学,也谢谢我们的 也谢谢我们的 洪总,谢谢洪总要请我 安排说一句公开课,好,公开课我已经讲了第三年,今天是第三年的公开课 然后当洪总是在找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每一年讲一样的,同学会觉得无聊 所以今年我会有一点不一样,我会说一说晚年没有说的部分 首先第一点,我们今天 我各的资料,各位同学可以叫我阿虎老师,阿虎的阿,阿虎的虎 我叫阿虎,阿虎老师,我的电话,我的名字,我的微信账号,我的发现账号 然后你们之后有问题可以联络我,有问题可以联络我 好,首先这一个是,所有今天我讲的PowerPoint,我讲的PowerPoint,我已经把它放到网路上了 一会儿可以请同学去下载,所有的内容都在PowerPoint里面,如果你方便得复习 好,首先那二维码开会儿换在我们通会的最后 好,如果各位准备好了,请等一下聊天讯法2号,那我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咯 好的 好,我们就开始了 OK,好,我们先讲我们的同考,同考基本上我们的电脑科,晚年考电脑科的人数 每一年,同考大概华罗科英文科大概有两万两千多人左右 可能到两万三左右,然后考电脑科大概只有五千人左右 四千多到五千人,所以考的人不多,考的人不多,所以要拿A其实不难,其实不难 好,我们奥远考的内容是怎么呢?基本上考这两本书 就是电脑与出去工艺上册跟下册 然后这两本书呢,基本上就二零零八年 编写出来的,您现在有十十四年 十三年的历史,所以里面有很多东西都过时的 但是重点还是有,然后考树的部分还是一样会考重要的部分 好,首先他考树会有两张卷子 第一张卷子是说数字题 数字题一个小时里面做完 数字里面一个小时做完 好,所以呢,各位同学要了解的是 我们数字题要一个小时做完 所以一题大概就一别五分钟 好,一别五分钟 所以你在做每一题的时候 如果这一题,我发现我花了一分钟 多两分钟就不会请你跳过做后面的 不然会来不及 考树的时候的分配 要给各位注意的 好,再来做二题的部分 晚年是出三题加五题 总共八题给同学选 但是这三年四年来,总共也改了 还要出六题 一题十分 所以总共是一个小时三十分钟 所以分配到来一题的分数 一题的时间大概有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 所以同学在做一题如果做到十五分钟 还是不会说要跳过的 就做另外一题 然后考树的范围 还有考树的内容 好,总结这两本书里面的内容呢 两本书的内容就是有超过十六个章节 十六个章节里面 因为基本上同学不需要看的 就是第十五章跟第十六章不需要去看 因为这两章的内容已经过十 十年前的同学已经不适用了 所以他考树主会从第一章到第十四章 好,那么欧章同学会说 我要很难读啊 我们要读的范围在哪里 我再简化一点 好,我们看看我们考树的考树 因为我前两届没有讲的部分 好,我们的考树 我们先看到考树的范围是什么 考树的范围是这八个内容 这八个部分 这八个部分呢 我把它分析出来 总共有另一个部分 另一个部分 另一个部分 为什么有些有红色 有些人说没有原色呢 红色的部分就是今天我会讲的部分 然后第三个部分 第四个部分 第五个部分 第六 第七 第八 好,我们开始讲重点了 从现在这一秒开始 我们讲的内容就是 从考的电脑科要注意的东西 首先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还要考的就是认识电脑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上课的第一章 第五到第九面 然后第十二面到第十九面 就是红色的部分 红色的部分 它里面讲的部分就是什么呢 它讲的部分就是这一个 首先这一个 这就是我在前两年的公开课 或者去年的公开课 我有讲过的 所以同学也可以自己去看 他说一个很短的广片 然后我就做了 里面有情绪一个部分 就讲的是 数据和资讯的差别 它考证会考虑这样一个 它会出在选择题 比如说 可能后面有题目 同学可以去看一下 那广片 很短大概四分钟左右 这我为了省时间 所以我就不给各位看了 二媒下面有广者 那没有二媒 各位可以去看 好 他考虑会怎样出 他考虑会怎样出 他会问 请问 小明有家族遗传病 请问 这句话是数据 还是资讯 如果你有去看过 这样一个广片的话呢 广片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 数据就是一个状态的说明 他就告诉你一个状态 他没有参考价值 什么叫资讯 资讯就是参考价值 所以小明有家族遗传病 这句话 他是数据 他是数据 为什么不是数据呢 数据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 必须有一并量 还有一个量 才能够作为参考 如果还没有一并量 他就不能够作为数据 比如说 这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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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美 小美交了15的男朋友 每一个身高平均都不低于100发 不低于100发 好 如果就这样的话 好 注意 还有什么呢 还有参考价值吗 有的 因为还有15 这个数据 15是一个数据 还有一并量的参考数据 所以这句话 小美交了15的男朋友 每一位身高平均都不低于100发 还有参考价值 参考价值的意思是说 要做他男朋友 不能够低于100发 所以这句话 是资讯 这句话是资讯 好 再来 另外一个部分 他会问你的是硬体和软体的关系 这边旁边有一个软片 有一个软片 动画软片 我下面也不给各位看 各位可以自己去看 他里面说的是告诉你 什么叫硬体 什么叫软体 OK 然后硬体有更多种 本本 还有告诉你 好 重点是这一个三角形 他题目会怎样出呢 同学问 老师问 同学 同学这样出 他会问你 请问 硬体和软体的关系 请你用图说明 举例子说明 所以这一个三角形这样会画 那三角形有画就有分处了 二三角形画下去 就有六分 像这样说明的也好 三角形最平坦是 最平坦是应用软体 最平坦就是应用软体 下来就是系统软体 下来就是硬体 他的例子必须要说明 因为我在博里面 打了一篇文章 我要把它列印出来 所以他的操作原理就是 我的麦克风 博会告诉我的window 我的印象完全会告诉我 系统软体 因为我要把这个文件印出来 系统软体就会把列印的指令 告诉硬体 Prin2就会把它印出来 Prin2就会把它印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流程 这个三角形 要把它画清楚 那个箭头要画 没有箭头就是错的 好 再来 接下来还会问你 电脑的种类 那很简单 书里面有 那我还是要加以说明 首先 电脑的种类 以计算的例来分的话 可以分为四种 我们叫微信电脑 中心电脑 大型电脑 跟超级电脑 那书里面又有加两个OK 因为同学不了解 所以我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 来 微信电脑中间 他有插入一个叫变脑工作站 他不算在变脑种类的一种 不算在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很多台变脑符合写 我给你说明 首先 什么叫变脑工作站 变脑工作站就是有一台主机 还有很多台分机 为什么会有变脑工作站呢 因为以前的变脑很贵 以前变脑要七八千块 如果你小心工资 你能够多四五个人 你不能买四五还变脑 所以他就要买中装机 中装机就是那个小小的东西 还要接键盘接滑鼠接银幕 所以变脑工作站的原理呢 就像所有的运算就在主机 显示是在你的中装机 所以他才会便宜 所以他才会便宜 到变脑工作站 因为现在的变脑便宜 以前很贵 所以才慢慢的就没有 沾中便宜过的 好 然后变脑分类呢 后面我就讲 微型变脑过去就是中型变脑 中型变脑就是我们学校的 所谓的蛇窝 或者工作的蛇窝 我们叫做中小型的蛇窝 服务器 他是24小时运作 他的差别是24小时运作 OK 然后大型电脑呢 就是所谓的 银潭用的 他就是大型的 很多中型组合起来变大型 他有加强保安的部分 特别是银潭 银潭里本录的时候 还有账号密码 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超级电脑 超级电脑 他叫做 他就专门研究太空研究啊 气象啊 密准啊 等等啊 还有模拟的一些图 所以他的特点 我写下红色的部分 写下红色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 中型电脑 他的特点就是24小时运作 大型电脑 就是加加保安 还有特别在保安中的部分很重要 超级电脑 还有一个功能叫 叫做热查发 就是电脑在运作的过程里面 电脑在运作过程里面 我会把他的memory 或者哈密码发出来 然后再换个进去 他可以在运作的过程里面 可以把零件组装 超级电脑的特色 所以考试可能会问你 请问哪一 哪一 各种类的电脑 可以有 有法尔卡功能 就是超级电脑 然后后面后面就提到一个 叫做迁入数电脑 为什么会有迁入数电脑呢 因为大概是五六年吧 开始有流行 把不数电脑 变成电脑 比如说冰箱 冰箱有加入电脑 汽车加入电脑 手表加入电脑 然后脚比管家之类的 也是加入电脑 这一些不可以依照电脑分类 不算在这四类里面 它叫做迁入数电脑 把它归类成迁入数电脑 好 然后这一张下面有提到 一个叫资讯系统组成的元素 就是五个 硬体 软体 数据 人 流程 他考出来想要考呢 他会问你 请问 电脑组织组成的元素 有哪五个 你就写咯 硬体 软体 数据 人流程咯 下面就是他的案例 他的案例 什么叫案例呢 就是我这平管机 平管机哪钱 平管机就是硬体 我插进去的卡 然后通过ATM操作 二五的密码 二五的钱 我会操作 把里面的钱拿出来 这就是一个流程 这就是一个流程 好 再来第二个部分 前面讲的第一个部分 总共有八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讲互联网 互联网有两个部分 各位可以去看的 第一个部分 第二张 连数面 另外一个下册 下册的第九张 第九张一整张都很重要 我把它再录出来了 这里给你们看看 来加入出来内容在这里 好 首先怎么叫做ISP 这个叫做网路服务提供商 我再讲一次 它叫网路服务提供商 就是马来西亚的所有的NP公司 好 它考出来想要考呢 它考出来问你 请问A公司的配号跟B公司的配号 哪一个比较适合我 或者哪一个比较适合小明 小明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所以你就要了解 每一个配号它的差别是什么 有些配号比较适合学生用 有些配号比较适合老的家用 你要知道它的差别是什么 你要知道它的差别 这里我就 内容我就不细讲了 我们也会自己去看 好 然后再来 它会问你互联网的发展 那个书里面讲的 书里面讲的部分呢 它全部用文字说明 还要文字说明 所以你很难了解 那阿富豪就把它整理出来了一个图 你用这个图去说明就可以了 它就有几个点要说明的 还有问题的是 请说明互联网的发展 你要把箭头画出来 OK 如何说明呢 在一九六九年之前 美国互联网是给军官专用的 一直到九零年很重要 一九九零年开始 才公开给全数应用 所以一九九零年开始 才叫互联网的开始 然后四年后 就是雅虎出现了 为什么我要特别讲亚护呢 因为亚护是第一家搜寻引擎 它就做搜寻引擎 第一家 它把所有的全世界网站分类分好 它就做搜寻引擎 对 一九九五年过后呢 一飞出来 一飞出来第一家 网路销售公司 专门网路顺便卖到 然后后来二两千年的时候呢 开始出现Google 它也做搜寻引擎 这里要注意哦 考虑可能会问你 Yahoo也做搜寻引擎 Google也做搜寻引擎 跟两个差别是什么 你不正确 你参与是 Yahoo它就靠广告赚钱 真的很重要哦 你去Yahoo的网站 你看Yahoo很多分类的 很多广告的 它就靠它的页面的广告赚钱 Google就靠什么赚钱 Google的网页就没有广告人 比如说你把 教育安慰 教育安慰就会排出来很多排名 红董如果要排名一个 红董要给钱 所以 它就靠排名先后 给钱 我排名系全面 所以那就是搜寻引擎 Google做的事 靠搜寻排名赚钱 好 再来后来到社交 第一个社交网页 就是变主书 F1 第一个 视讯的网站 Youtube 这些偶要写 把它写出来 就可以表述出整个互联网的发展 好 再来 第3个部分呢 就是比较 地底的部分 有两个章节要注意的 一个就是第2章的第4 2.4部分 或者是第3章的 第7面 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把它沾入出来 看看我沾入的结果 好 来 第一个 这一章很重要 为什么呢 这一章就考虑你的 电脑基础 你的单位怎样换算 你的随身机的容量怎样算 OK XP5 M5 P5 怎样算 怎样切换单位 这些是很基础的 每一年 每一年大概有10到15分 在这一个章节 10到15分 大概是这样的范围 所以如果同学要把它拿好 10到15分 要把它稳稳的拿住 那就很重要 要会进转 而且晚年很重要的是 以前的题目很容易 以前的题目就会问你 哪有GP 哪有多少MB 换算一下就有了 而且这两年很好 他喜欢做高输为的题目 特别再录几题 给各位看 整个叫做 RV换算 二级位 八级位 十级位 十六级位 换算 各位同学要去练习 我在很多学校在教这一个时候 我发现 途中在初一初二就有教二级位 八级位 按住高中过后就没有再讲 没有再讲 所以高中很好要考的时候 同学就忘记了 现在要稍微复习一下 下来 还会讲要考呢 他不会考你 人人一 换成八级位 不会 那种题目太简单了 还会考上了题目 还会考上了题目 历练的题目 还会出一个这样的画面的表 还会给你 还会告诉你 现在有一个号码 人一人 这个号码 来 人一人 这个号码 人一人 一一人一 二级位 请你告诉我 这个号码 是表里面的哪一个英文数 所以你就要会算 你就要计算 来 怎样做呢 你不用看法案 来 法案就是 先把它换成二级位 二二一次 二次三次四次 五次六次 七次 然后把号码按进去 然后把最后一个号码 加起来 最后一个号码 所以呢 所以 还就把它加起来 所以算二是一百零九 一百零九是什么呢 你家里的表里面可以查二一百零九是 哦 所以你就知道原来一百零九 就是M的意思 然后考树也考得 然后考树一种题目 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我试一下给各位看下一题 OK 来下一题 下一题 这一个图 一样的 还给你一个号码 一一一 零一一 零零二级位 先就告诉我 先就告诉我 他说什么英文做母 你要会算哦 从二级位来换 换算一样的做法 换算 如果你二三六 二三六在这里 三六 原来是真的五号 无限的五号 原来就是二的五号 OK 好来 他出了注册的屏幕 他还会出这种比较怪的屏幕 这个去年的屏幕 很奇怪的屏幕 我们看一下 这个屏幕 他不是直接告诉你 他说二级位 八级位还是十级位 所以你要去了解他的意思哈 他说有一个人在网路上面收到一二三 这四组的号码 后来发现这四组会用 美国标准码去解释 他发现真的很重要 一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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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ote 那么这一组代表什么 同学会想要算呢 马上��不放在二级位吗 不是 这一集要稍微有一点创意而解当 稍微有一个人创业的解法 可能解法就是这样的 我把卡案给你看 OK 好 首先 下面的号码 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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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给你的 你不知道他代表什么 你不知道做什么 他说A 你也知道 A就是一 人人人 人人一 就是A 所以你来位置 然后把简单用他 你知道他跟A差多少 他跟A差多少 所以换成实际位 相差二十个字元 你就算了 A B C B E F G 一手算下去 算到最后 原来第一个字 是T 其他的做法也是一样 所以最后你的答案 就是这一个 然后二十秒 题目 我很喜欢同胞周旋的题目 因为他考验你的 逻辑能力 不容易 很多人 所以他给你这样的号码 给你去算 答案是什么 那个初算选择 很有趣的一个题目 很有趣的一个题目 再来下一个 一样的号 另外有做法就是说 因为他可能问你 一个中文字 一个学生 需要多少空间 我现在要存一百万个学生 我要OR有量 而你是要会算 除了会算以外 你还要会换算单位 我这里很快的 简单的说明一下 比如说 每一个学生 是两个中文字 阿虎阿猫阿狗 两个 OK 每一个中文字 每一个中文字 可以用16笔 表示 但是阿虎又会换的 而且随便是换例 所以要有多少空间 才可以存 两百万个学生的名字 下面就是答案 OK 应该怎样做呢 好 我做 我解释一下 给你们看到 首先 一个中文字 就是16笔 两个 加起来就是32 所以我可以知道 每一个学生 每一个学生 的名字是32笔 好 我们也知道 一个八个笔 等于一个笔 我们知道了 所以我们就要去算来 所以 八个 四个笔 乘以来百万 我们就说八百万个笔 换 我们换个笔 接下去 要把它换成 因为比如说M 然后换成K笔 换成F笔 最后算到是 7.63 M笔 OK 7.63 答案是哪一个呢 看一下 书里面有 3MP不够 8MP OK 够了 他题目说 最小是要多少 所以答案是 比 这一题题目 很有趣 你如果不了解 你又算不出了 他题目出很好 这一题题目出很好 OK 形容一种变化 再来 再来 接下来还会记 他书里面讲的就是 7.63 MV 还有蓝片 这三个差别是什么 差别是什么 二顿图 主要有两个奥运不一样 一个是 一个是永恋的不一样 永恋的不一样 一片蓝片 分离五片DV 分离三片三处五片的西律 永恋三不一样 第二 它的波长 西律就用红外线 DV是用红光 蓝片 当然是用蓝光 那号码不用记 780,650,600 不用记 不会搞得那么细 你说基本上红外线 红光跟蓝光就很好了 接下来 然后它也会问你 寻生别 我们参加用到寻生别 它们考虑起来去计算 这个部分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有 基本上有两种 一种要2.0 一种要3.0 1.1 1.0 已经没有了 网络在外面应该也没有卖了 所以要记得是什么呢 要记得就是这两个号码 这两个号码 所以它会想要考你呢 它会这样考 它的屏幕会这样出 它会问你 200次 它出料 我要2.0 3.0 我存的速度是多少 时间要多少 所以要考验你 而计算 简单算了一下 所以如果你要2.0的时候呢 大概要68分钟 68分钟 你才把那2.5超完 如果是3.0 6.4分钟 所以一分成 一分货 为什么3.0会比较快 原因在这里 因为它存取速度 比较快 存取速度是比较快的 好 谢谢 好 艺术各部分 快讲到艺术各部分 好 艺术各部分呢 这边就介绍第七章 第七章 第五面到第十七面 各位同学 用了第九十五分 你先回来看 好 来 好 你们讲到的是授权 你要知道有五种软体 一种叫套装软体 客户化软体 开云马软体 共产软体 跟免费软体 这里我就不细讲 因为二人部分 去年我讲过的 你可以去找我的公开课 去听到二人部分 已经讲过我就不讲到 好 各位同学要了解的是 如何主要它的授权 它授权模式 有整件的不同法 下面我做一个表 好 下面有表 各位同学可以稍微记一下 好 再来下一个 好 再来说第五个部分 第五个部分 其实就讲网路 讲网路的传输 还有网路的分类 它的优点缺点等等 这样有写下来 总共是第十章 下册的第十章 第五到第六面 第十章的二十到二十几面 好 这些是需要细看的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内容 你要准时看 好 来 继续 我们把它整理出来 它的屏幕是什么 首先它会问你传输 我要把诗料传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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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种方法 我再讲哈 我要传给你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叫做 单攻传书 怎么叫单攻传书呢 就是广播电台 我广播什么 你就听什么 我单方面的传给你 你不可以传给我 我传给你而已 叫做单攻传书 OK 第二种是什么呢 第二种叫做半双攻传书 我可以传给你 你可以传给我 但是同一个时间 只可以传某种话 我们叫做对讲机模式 就是对讲机 我这边讲完了 哈喽哈喽 我这边讲完了 到底呢 你在那边说 哈喽哈喽 我中号的 到我呢 所以同一段时间 我可以收 收完了 然后我才可以发 不可以收发一起 叫做半双攻传书 它的名字 稍微记一下 原理了解一下 好再加一个叫做全双攻传书 什么叫全双攻传书 我可以同时传给你 你也可以同时传给我 我把它单做是手机模式 我再跟你同便话 我再跟你讲话 同时你也可以跟我讲话 同时接收 真的叫做全双攻传书 OK 好再下哦 好再来 接下来历史章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这五个网路 这五个网路在去年 去年我专门在讲这一张历史章 你去找 阿富罗中的公开课 就会找到的 好你要知道的是 这五个网路的优点 缺点 还有它的图 怎样化 我再讲一次 你要知道这些网路的图形 每一个图形怎样化 然后它没它的优点 它的缺点 这些我要懂 还有它的特色 这三个我要懂 公传书里面 公传书里面 或者我去年的公开课 也讲过了 你可以去查去年的公开课 好再来 第六 第六个部分 第六个部分 讲的就是系统开发的部分 系统开发要注意什么 那个第下册 第十二张 下册的第十二张 第十二 十二十十九 然后下册的第十三张 十七二二十七面 这些都是重点 各位同学可以自己去看 各位同学可以自己去看 好 从这些内容 好 首先要知道的就是这一个 什么叫做 系统开发生命周词 从第一个开始 必须先另一问题 就是我任何程序 我要解决 而说什么问题 第二 建立 就是要要求 为什么要建立 就是我提出问题 我要跟用的人讨论 但是说不出理由的 然后第三 分析系统的需求 我一个的系统 我需要多少台电脑 我需要简单的网络架构 等等 在想到做完了过后 我才进行 组织的系统设计 还有去找Programmer 还有去写程序 还有画文画面 还有画文流程图 等等 然后开始做这些东西 然后做完过后 我的系统跟文件要有编号 为什么 所以以后我呢 要来查就比较容易 然后再来系统要测试 等到系统跑的时候呢 有没有问题 哪里有问题要修改 哪里哪里网路不稳 等等这些东西要测试 最后就是整个再跑 可能跑了一年过后 我们来做评估 需不需要再修改 这个整个叫做系统开发生命周期 总共有七个步骤 总共有七个步骤 同学要稍微记一下 记一下这七个步骤 好 那接下来陈述的部分 陈述会提奥运转 叫流程图 流程图书里面有讲 阿富博说 觉得那步骤很重要 同学可以去看看 因为那 自己看就会好 OK 我来讲的是 陈述设计基本上有三种 结构 一种叫做 群细结构 什么叫群细结构 第一步做完了 做第二步 做第三步 或者还有一步一步顺序下来 它不会 不会返回去 那叫做群细结构 对 第二个叫做条件判断 OK 还下来过后呢 判断你看年龄 有没有符合二十一岁 丢 OK 成年 没有回去前面 OK 所以 那同学还有条件判断 可以有两种 一种条件 一个条件 或者很多条件 一个条件 或者很多条件 这些要归类是条件判断 第三种就是重复结构 怎么样重复结构呢 比如说你输入密码 密码错了 还要这样重复 一直输入到二为止 一直要重复 重复做的事情就是重复结构 重复做的事情就是重复结构 好 好 很快 好 接下来我们讲第七个部分 跟第八个部分 第七个部分 第八个部分 比较偏后面的 大概是第十四张 十五张 十六张 十四十五十六 我们看看 我这里我没有拿课文 我拿直接拿同款文例提言说明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屏幕 这个屏幕就是说 小华 母亲不要给他用网路了 OK 换了他家里的网路 小华就用破解而关注 先用隔壁家的网路 OK 如果就这样的题目呢 应该要讲回他 通常会出在做哪里 好 我们要考虑的是 这些事情 对于还说错 如果错 你要讲去处理 一些伦理的关系 你要讲去处理 那部分 OK 好 反正我们先把答案 整块来讲一下 小华 因为有没有和调 他来做不和调 因为他有破解而关注 去用人家的网路 因为不和调 最后他的关注是两关 你除了不和调 你还要说明为什么 因为网路是使用者付费 他没有付费 他用人家网路 他就不和调 所以除了他有付钱 他有付钱就不一样 他没有付钱就不和调 再来 小华儿行为 他的年轻会 爱来什么影响 会影响什么呢 第一个影响 网路会变慢 网路会变慢 然后你小华 如果你在那边下载游戏 或者看影片 就会影响到他隔壁邻居 就会影响到他隔壁邻居 所以网路会影响 第一个 第二 他邻居的所有 网路上面的交易 小华 可能 可以窃取 所以对隔壁邻居来说 他的安全会有影响 网路安全的部分 第三 因为他是套用的嘛 所以小华如果他就玩什么游戏 病毒带进来他的电脑的话 因为他们通用网路 所以他们隔壁家 邻居也会不小心中毒 比较容易中毒 所以他会有这三大影响 第一个网路变慢 第二 安全问题 第三 比较容易中毒 OK 第三 第一次问 如果你说小华邻居 你会如何处理 有同学说 我就过去打他一顿 不可以再处理 应该想要处理 第一 你可以把网路换密码 如果你确定你还网路非套用 你可以换密码 那是另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 就是你离开家 或者不在家 就把网路关掉 小华就没有机会用了 你可以把网路密码换掉 不难说就换密码 二的部分 你可以把网路 网路密码换掉 然后或者把网路关掉 OK好 再来 第三个历史题 通过网路上会有什么风险 就是刚刚提到的 第一个题 就是他比较有点中毒 然后他的交易讯息 比较会坏一些 所以NOK就讲明 我们在外面 换餐店也好 什么地方的好 也免费的网路 那你就免费网路的时候 你要很小心 因为你所有的交易过程 人家都有机会把它窃取 和奥所有的资料 和奥所有的资料 好 今天出现过得很快 我这一个 其中这一个 因为我公开课 我前年讲过 讲了一个小时多 去年也讲过一个小时多 今天的公开课 我讲得比较好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前面都看得好 我今天主要是讲考试 八大重点 主要有八个内容 各位要去注意 哪一些三节比较重要 然后哪一些题目就变化了 比如说并想三的部分 并想三的部分已经有 不是问你多少单位 然后直接换算 还是考虑了解 多少学生 容量多少 本本 这些是一些变化的题目 提醒的部分 然后还有一些 比较重要的部分 比如说 网路 五种网路 有点缺点 还有特点 我这里没有讲 因为以前讲过的 网路上面也有 然后前面讲过的一些 什么资讯 数据资讯 在里面的网片 一个里面 里面两个网片 大概五分钟 加起来十分钟 那部分我也没有播放 因为同学自己去看就可以了 OK 然后最后 然后我个人的资料 我再把这一个讯息换出来 这一个 二维码 这一个公开课的所有PowerPoint 我把它放到网路上 各位可以去把它下载 下载过后呢 你就去看一些重点 把它重点把它回复一下 重新读一下 如果你觉得 看完了 还是有些 欢迎你来问我 书家问我 我会给你更多的讯息 OK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我看在这一支点 很好 45分钟 刚刚好结束 本来是一个小厨房 那我讲的比较快 来我们把时间交回给红总 来红总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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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